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 驾车撞人的那名驾车者可能仍然在逃 而教组前曾经有报导说 在另一周几个小时后发生的类似襲击当中 被打死的嫌疑人当中包括了那名司机 这名22岁的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 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 和坎布里尔斯镇两宗恐怖襲击的主谋 总共有14人在这两宗的襲击当中丧生 当时一架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 警方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 在当日的夜间 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 又发生另一宗类似襲击事件 造成一名女性死亡 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 撵杀襲击事件负责 在坎布里尔斯镇被打死的5个人当中 一个人是穆萨奥卡比尔17岁 此前警方认为他是巴塞罗那市中心 南部拉斯布行街开车撞人的司机 但警方现在说 看来奥卡比尔不是那么可能 是那一架撞人汽车的司机 警方认为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恐怖集团 参与制造了这两次的恐怖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